天火还是在下雨一般不断落下来 这时候突然天空出现了一层紫色的光韵 瞬间把那些天火隔绝开来 凤九看到紫色的光韵便知道这是东华设下来的姐姐 她刚松一口气 结果刚刚还明晃晃的白天又突然变得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听到耳边鸟族的哭嚎声 凤九情急之下寄出凤七剑 用剑盲照明 却见那被梧桐神树砸出来的巨坑像是有一股强大的犀利 正在不断把鸟族的人吸进去 凤九暂时顾不上找东华了 他飞升过去把很多鸟族的人从那巨坑中拉了上来 还忍不住往坑中看了一眼 我的个乖乖 里面竟然全是冒火的岩浆 这掉下去定直接就被烧成灰了 凤凰不愧是涅槃而生的神鸟 这一道浩劫天灾时 也只能把自己献祭给大火了 凤九都佩服自己这个时候还能走神 幸好他虽然平时喜欢躲在东华背后跟他撒娇 但关键时刻他还是能独当一面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救了多少个鸟族的人上来 突然他看到一只苍蝇也被那具坑吸了进去 而且马上苍蝇的身体就要碰到那岩浆了 凤九情急之下直接献出九条狐狸尾巴 将那苍蝇用狐狸尾巴给卷了上来 等苍蝇被他救起 凤九对他道 你们苍蝇一族也是鸟族中法力高的 你去救救你的其他族人吧 这苍蝇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若不是你这只九尾狐 鸟族和凤族怎么会沦落至此 你应该第一个去死 为我死去的族人陪葬 说着他就抬起鹰掌 朝凤九的脖梗处狠狠抓过去 凤九虽然成功躲开了他的袭击 但是往后退时自己也一不小心被那具坑吸了进去 这具坑果然是邪门被吸进去之后竟连挣脱都不得 凤九感受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岩浆热浪 只好闭上眼镜 看来即使不死也要被烧成眉毛的狐狸了 在他的身子即将掉进那岩浆中时 一把紫色神剑从天而降 将他的身子脱了起来 等他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回到空中落入了一个熟悉的怀抱 凤九搂住他的腰 委屈巴巴 立军 东华抚摸着他柔顺的长发 方才还是救人的女英雄 怎么现在又变成了一个爱哭鬼了 凤九把头抬起来 横道 原来帝君早就发现我了 那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东华刮了刮他的鼻子 这里马上就要毁灭了 我和这严少婉要紧 可能把鸟族的人都救出去 我也相信我的小白是很厉害 可以救很多人的 凤九得意道 那是自然 只是刚刚那只可恶的苍蝇 我好心救了它 它居然将仇报 帝君一定要替我好好收拾它 东华点头 等我们出去之后 就把他绑起来 让你把他的羽毛一根根拔下来 谢恨可好 凤九吐吐舌头 这好像又太狠了些 这时候边上传来少婉的声音 你们俩要是再这么轻轻握握下去 大家都要死在这了 东华将仓和剑化作万千剑阵 紫色剑气顿时将这四周都笼罩了起来 东华对少婉道 你和责人先带你们的族人离开 我用剑阵守住这里 动作要快 然后他又柔声对凤九道 小白 这里快毁灭了 你也跟着他们先离开 等我出来找你 凤九摇摇头 我不走 毕竟在哪我便在呢 我和你一起守护这里 说着他也重新驱动凤七剑 与仓和一起 把守护节节变得更加坚固 东华看了凤九一眼 在漫天火光和紫色剑气下 他的五官变得更加艳丽 脸上的神情是很少见的坚毅 这是我选的帝后 也许命中注定 只有他能做我的帝后 东华心里想着 然后靠近了东华几分 柔声道 小白 鸟族的人都被平安转移出去了 你跟着我 我现在带你出去 在那紫色节节上方 不仅天火越来越多 连天都在塌下来 还有那道具坑 正在越变越大 东华神情民众 搂着凤九的腰 在毁天灭地即将到来之时 消失在了原地 哲言和少婉已经带着他们族人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空旷之地 眼见前方火光冲天 哲言的神情暗来暗 叹道 咱们的凤族 看来就这么会了 少婉道 事已至此 族人的命保住就行 我会把他们妥善安妥到魔族 哲言怀疑地看着他一眼 你确定他们能承受得了魔族的魔气 少婉反问 那把他们都收留到你的十里桃林 哲言哼了哼 我只喜欢一个人住 两人说着才发现东华和凤九一直没来 少婉马上担忧到 我还从未见过那么强大的蔑氏之力 东华和他的小媳妇不会有事吧 哲言摇摇头 我相信东华的本事 他好不容易震惊下来的神色又带了几分探究 你不觉得我们这次看到的东华好像不一样了吗 虽说他的法力一向都比我们高那么一丢丢 可此次看到他一己之力抵抗那蔑氏之力 我就觉得我们与他之间的差距 已经不是一丢丢那么简单了 少婉语重心长地看着他 这就叫是别三日 当刮目相待 也叫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你以后就别一心在十里桃林中桃子了 不如去找个媳妇 哲言可了嗨 你的关注点很奇葩 幸好东华已经顺利带着凤酒回来了 还顺便接来了被天罡罩保护的三个娃娃 哲言瞧着东华毫发无损 气定神贤的样子 更加有些肯定自己的猜测 东华先嫩淡怀饰了一番正在休养的鸟族族人 毁了巫童神树的白萝卜老头正疯疯癫癫地抱着一堆凤凰蛋 还给他们唱摇篮曲 他的毛子一扫 立马就看到了与东华对视上就准备逃跑的苍蝇 东华目光淤灵 直接手一伸 那苍蝇就瞬间像变成一只小鸡一般被 原来过来狼狈地摔在东华凤酒前面 东华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声音极冷 我的妻子叫你于威娜 你却恩将仇报想要他的性命 你且说说 你想个什么死法 是直接自毁灵源灰飞烟灭 永世不得超生 还是我把你放到幽明寺网游锅里 炸一炸再投入到十八层地域去 哲言忙出来打烟场 贤兄 我看是不是里面有误会 他可是苍蝇将军 一直守护鸟族有功 他害了小狐狸应该也是受妖毒蛊惑 罪不至死啊 贤兄不妨大人有大量 饶他这么一回 东华轰道 不好意思 我一向不知道大度这个词要这么写 何况伤我妻子者 我定不饶恕 蛇言继续道 可如今凤族遭遇天灾 连同追随凤族的鸟族也跟着遭殃 贤兄这个时候若是严惩苍蝇将军 我只怕四海八荒对贤兄会有所非议啊 凤九想着也扯了扯东华的袖子 帝君 咱们就把他几根羽毛出出气好了 东华看了苍蝇一眼 可是我却再也不想见到这黑漆漆的丑东西 说着他手一挥 就这么一下 那苍蝇也就在地上消失了 少婉问 你把他弄到哪去了 东华淡淡道 把他重新投入了轮回道 生在了鸡窝里 说不定他有志气把自己从山鸡变成凤凰 你欢不欢喜 少婉骂了墨 果真是缺了大德 处置了苍蝇微凤酒出气以后 东华看了一眼经过此次大便都变得垂头丧气的鸟族族人们 为少婉和哲言 你们准备怎样安置他们 哲言甘笑着反问 贤兄可有什么好想法 反正千万不要安置到他的实力逃灵去 他可不想他的每一棵宝贝桃树上都结满了鸟窝 东华想了想 凤凰一族都需生活在灵气十分充沛的地方 不如就让他们迁移到青秋去 这下凤酒都吃了一惊 青秋 一 夫君 他们跟我们青秋可是冤家 东华微笑 解灵还需洗灵人 或许经此一遭 凤族鸟族和青秋的矛盾就此能解开呢 然后凤酒听到东华用只能自己听到的秘语对自己道 小白 你难道不想知道洪荒时期的青秋长什么样吗 凤酒一听眼睛就亮了 他从前听姑姑白浅说过他们九尾狐也出过好些了不起的仙祖 只是后面许多都在五族大战中语化 最后只剩下他爷白纸逼经这一脉 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能见到九尾狐的仙祖们 凤酒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再去青秋的路上凤酒通过和少婉哲言说话才晓得原来他们 现在还是在众神优秀弟子在水沼泽求学时期 他们一共在水沼泽休息了五百余年 只是在每年寒暑交替时期都会有休学时间 这也是为何哲言和少婉能有时间跑来凤族的原因 少婉说完就开始感慨 东华 我还是觉得很神奇 我们也才分开不过两月 你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把媳妇娶了娃娃生了 难不成这些年你都一直把他们藏在碧海苍林吗 哲言摸了摸鼻子 或许不是在碧海苍林 而是在你我都想象不到的地方 凤酒看了一眼哲言 这老凤凰莫非猜到什么了 来到了青秋的地界 凤酒很激动 三个娃娃比他更激动 凤酒看过去 发现此刻的青秋与几十万年后 他长大的青秋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灵气明显要更加充沛一些 此时米谷都还没有出生 坐镇青秋的竟然是两只吊金白鹅大老虎 后世的话本子里关于他们狐狸 有个不好的词叫狐家虎威 说狐狸仗着老虎的事去欺压别人 谁能想到在万万年以前 老虎是给他们狐狸看门的 凤酒对仙祖们的崇敬之情变得更加热烈了 哲言在青秋可比在凤族还熟 这两只大老虎都认得他 见他带着一群人进来也没有蓝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那里打盹 进到青秋之后 哲言对东华少挽道 要想让青秋收留凤族鸟族 续先见一见青秋主君 只是他小时候去偷凤凰 但是一身的狐狸毛都差点被凤凰给啄突了 所以此时他未必会同意 恐怕要费些口舌 凤酒拥语问东华 帝君 如今谁是青秋主君 我爷爷吗 东华道 你爷爷白纸如今也不过是个矛头小子 他做主君还不够格 是你的曾爷爷白旗帝君 凤酒眼睛又亮了 白旗帝君 这可是青秋九尾狐最了不起的一位人物 在洪荒时期 神族众多 狐狸本来是力量最微小的一族 后来白旗帝君全凭一己之力 让青秋九尾狐一族一下成为最尊贵的神族之一 就此称霸一方 只可惜他出生太晚 白旗帝君已经羽化 他只能从家族史上学习白旗帝君的事迹 却没想到今日却有幸亲眼所见 这一趟果然又是来得十分值当